店員忙進忙出 準備收店 客人走了卻留下一大堆 根本都沒吃的剩菜 一時半刻真的不知道怎麼處理 日式吃到飽餐廳遭客人惡意 浪費店內氣氛低迷 吃到飽餐廳最怕客人浪費食材 甚至貪小便宜想打包帶走 出菜速度慢也容易引發 網路負貧接踵而來 上菜速度超慢會拖時間 這叫吃到飽拖到飽吧 40分鐘兩道菜吃什麼 都快睡著了 我們也找來另外一家 義式吃到飽餐廳10次 點了義大利麵到底需要多久 做一個清醬鴨肉麵 好 謝謝 從客人點餐到廚師端上桌 只花不到5分鐘 但遇上料理時間長的餐點 可又有別的方法 我們收掉沙拉 我們再繼續送湯 湯送完之後我們披薩 因為這前面的時間點 我們會陸續開始烤披薩 所以變成是說 披薩可以直接銜接上 吃到飽餐廳 出菜無配飽 店員都會先詢問客人 料理時間較長的餐點 趕快請廚房做 過程中先上些飲料沙拉 等等已經預作好的餐點 最後上菜等到披薩出爐 整個空檔客人都不會餓到 用餐限制兩個小時 主要是因為吃到飽 已經是薄利多銷 把握時間 出菜所助消費者 網路實在下就怕小細節 沒注意到 拿了負評客源減少 盡全力滿足客人 只希望吃得開心 皆大歡喜 記者送知一專輯 台北報導 下碼 中文字幕 至今 之爲 中文字幕